老共真的敢打台灣嗎 真的打的話 全世界都動員起來 他也很麻煩 我覺得大陸呢 在藉著這些的行動呢 展現他對於台海這個部分呢 他的主控權的優勢 土耳其這次的軍艦的行動呢 我覺得背後呢 有很多的貓膩在 第一個 這個美國的軍艦呢 已經很久呢 大陸呢都不同意 他去靠這個香港了 那土耳其呢 作為北約的會員國 他這一次呢 穿越台海之前 他是停靠在香港 那當然是大陸批准嘛 所以說呢大陸呢 對於他接下來的這個行動呢 是非常清楚的 似乎是有意啊 要藉著土耳其的這個軍艦 穿越台海的時候呢 然後大陸的軍艦呢 到海峽以東啊 沒收了這個海峽中線 展現呢 他在這個區域呢 他有完全的主控權 我覺得接下來要觀察的 就是說荷蘭的 當荷蘭的軍艦 也來穿越的時候呢 大陸的軍艦呢 是不是同樣的 這樣子來對待 第二個 這個拜登呢 他在有關於台海這邊的談話 在選舉之前的時候 他不可能收的 他一定會呢展現呢 他一定的這個強硬的程度 捍衛台灣的這個決心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就是說 他在回答的時候 他其實講的是還滿細膩的喔 他先是強調了 他不支持台灣獨立 如果說是台灣是宣布獨立的話呢 美國不支持 然後美國不但不支持 他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所以記者才就是接著問 就是說如果是在什麼什麼什麼的情況之下 大陸如果這個出兵的話 他會怎麼樣 然後會不會部署 在台灣部署武力 他也把他做了區隔 他就說在空中海上陸上 這個部署武力 跟一旦有這種狀況發生的話 美國會採取行動是不一樣的 但我覺得呢 更要值得注意的是董軍 大陸的國防部長 這一次呢在香格里拉論壇裡面 他的表態 他發表了很長篇的這個演說 除了凸顯他們這懲治台獨的意志之外 那我覺得他特別特別重要的 我們應該要注意的 就是他特別提到的反分裂國家法 他說呢這個台獨 這要好好的學這個反分裂國家法 不要踩到這個紅線 那裡面有兩道紅線呢 是台灣呢很容易碰觸的 一個呢就是外力干涉 另外一個呢就是當和平呢 和平統一無望的時候 所以這一點呢是非常的值得 這個台灣當局呢 在未來的這個決策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跟這個謹慎的 而且另外一個呢 很重要的訊息對台灣來講 就是說這一次的聯合力艦2024A的這個軍演呢 雖然他沒有做實彈演習 但是就在前兩天 他們的東部戰區呢 還公佈了這個畫面 他們在某海域進行了這個實彈演習 我覺得那個威嚇的那個意味呢 是非常非常濃的 而且在什麼什麼什麼台北高雄 花蓮都去炸了 說花蓮因為有加山基地什麼 來洪廷 我覺得我的看法 某部分跟這個乃琳姐差不多 就是說土耳其這一次 其實他他先靠了這個香港 然後再往所謂的日本走 那某種程度上看起來 大家會認為就是說 土耳其身為北約的一部分 那這跟北約跟美國這樣的一個合作 是不是有相關的關聯性 但是看你看到艾爾頓的平常的一些做法 包括說艾爾頓一直到俄乌戰爭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在討論說瑞典跟芬蘭能不能夠進北約 艾爾頓其實把他一路拖到二零二四年 就是我們今年的年初 他才做同意 你就可以發現他很擅長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美國跟所謂的這個盟友之間 不管是俄羅斯也好 中國也好 他開始在玩這方面的籌碼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一次的這樣子的一個 土耳其的這樣的一個軍艦 通過我個人的解讀 可能跟一般人會比較不太一樣 我認為是一個類似防守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相對契合 也就是說海峽中線 一直是一個中國大陸 不願意承認的這個部分 一直到一九九九年 李登輝兩國論之後 美國才拉搭進來 然後有一個雙方不成文的末期 那這次為什麼土耳其走這條線 然後中國大陸去走他的東邊 某種程度上 他是我覺得兩個部分 第一從積極面上來看 他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裡就是我的戰備軍群範圍 沒有海峽中線這回事 但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的 另外一個部分是 每到了五月跟六月的時候 其實去年的香格里拉論壇 大家不要忘記 美國的中雲號跟中國大陸 就出現了所謂這個橫插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個 在中線附近的這樣的一個衝突 那如果在土耳其這次在走這條線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中國大陸先把這條線拉出去 我覺得他是一個所謂的進攻型的防守方案 因為他擔心另外一個部分是 他擔心未來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反而故意去走中線以西 如果那麼多國家去走中線以西的時候 雙方衝突的這樣一個機率就非常非常高 所以其實中線這個部分 很妙的一件事情是中國大陸 既然不承認其實在國際上面自由航行圈就可以去走中線以西 但走中線以西是中國大陸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在藉由土耳其這一次跟他的一個雙方彼此之間默契 特別是因為土耳其有北約的身份 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未來的線就在這個地方